骂完了就告诉我他在哪里 你知道他在哪里的 他来过宽城 还在这里住过 你都知道 你一定知道的 我不知道 他是来过这里 他是来这里住过 但他只住了三天就走了 我留过他 也问过他要去哪里 但他没有说 只是说 他等安顿好自己以后 一定会和我们联系 但他食言了 自到他走了以后 我们想尽办法 都没有联系上过他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徐立会是他唯一的朋友 他不论是去了哪里 都一定会跟他联系的 你是徐立会的哥 你一定也知道的 你高估他们的友情了 沈定北 你真是高估他们的友情了 联会是圆圆 唯一的朋友没有错 可你才是他真正爱的人 你伤害了他 他要离开你 既然他都做了离开的准备 又怎么跟他的朋友说呢 你现如今科技的发达程度 想要查找到一个人藏在哪里 那实在太容易了 不让你查到 不让你找到 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他真想要离开你了 不是那种闹闹脾气 看你会不会想珍惜试探的离开 而是真正的那种 一辈子都不会再想见的离开 他 他是生了什么病吗 这个哀前刀男人 我还以为他是知道了圆圆怀孕 才一下这么牛逼哄哄的杀过来的 原来竟然是什么都还不知道的 不过 不过也好 这回 要是让他知道了 他还不得蹦跶到天上去 他不能说一桥 他要不要 不能说一坊 他才能说一坊